这是堪称史上最嚣张的死刑犯 面对审判长的审问 依旧一副嚣张至极的态度 弄得审判长和警员都手无足措 面面相觑 在他骂累了过后 更是就直接原地马卡巴卡 那么这家伙到底有何来历 犯了什么事 能让他在法庭上如此嚣张 时间还要从2018年11月7日下午2点说起 这天四川广安市粤池县福隆派出所 接到报案称 采家沟村70岁的孤寡老人蒋元文 离奇地死在了自己家里 警方赶到现场发现 死者衣物被拖了个精光 全身上下被涂上了石灰 尸体旁还摆放了几个装满水的水桶 地面到处都是未干的水渍 现场看起来更想是摆了一个八卦阵 更让人奇怪的是 蒋光棍的后脑勺遭到了猛烈的击倒 甚至连内脏都被破坏 但直接死因却并不是外力击打 反而是因为鼻内被塞入了大量的石灰 最终窒息而亡 这触目惊心的现场 足以说明凶手有多残忍 凶手的手段已经无法用变态来形容 可是一个70岁的老光棍 为何会引来如此变态的凶手 警方立即对其展开社会关系调查 据当地村民反映 虽然蒋元文在20多岁 腿被石头压成残疾 但奇怪的是自那以后 就有很多人慕名找上门来 因为自从蒋元文断腿之后 仿佛突然开了挂 不仅能画幅画还会念咒 踢个八字 致点小病都不在话下 当地人更是给他起了一个叫蒋半仙的名头 而他也凭借这一手 本领每年都有稳定的收入 结合蒋光棍的算命职业 让警方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嫌疑人会不会是同行 出于嫉妒和仇恨的心理 这才用奇怪的方式将其杀害 警方立马对该村的村民进行了走访调查 而这一查就查出了端倪 在排查一家村民时 一小孩告诉警方 他称当晚自己朝着村东头方向走的时候 被一个人给拦住 大人神秘兮兮的告诉他不要往那个方向走 说那边的光棍死了 当时孩子还没有太在意 结果第二天早上蒋光棍 就被人发现死在了他的屋子里 这也太蹊跷了 这个神秘人是如何未卜先知的 只有一种可能 他就是凶手本人 警方立马找到了此人 此人名叫王邦佑 而且他也是个算命的 最后王邦佑就以嫌疑人的身份 被带进了审讯室 而接下来就出现了该案的第一个名场面 然而面对警方的例行审讯时 王邦佑直接来了个晚安马卡巴卡 坐在审讯 这把一旁的警方急得团团转 好不容易撬开了他的嘴 可他对于蒋半仙的死衣就死不承认 编造了一连串押韵的诅咒 甚至还装疯卖傻 撒泼不赖 这个时候 所有民警都没有折 从他嘴里根本撬不出来半句话 就在这时 一个民警想出了一个妙招 果不其然 王邦佑听到要和死者的尸体对峙时 当场吓得脸色铁青 差点从座椅上滑下来 说什么都不肯去避议馆 走投无路之下 王邦佑招了 凶手的确是他 随后 在王邦佑的带领下 警方来到了一处粪坑 在这里找到了死者蒋文元的手机 以及作案工具 王邦佑告诉警方 他恨透了这个蒋半仙 当晚潜入他家后 用木棍把他打死 又用神水把他送给了阎王 要把一个单身70年的老光棍杀害 这就要从十几年前 王邦佑的一次狗血经历说起 王邦佑在一次偶然机会下 读到了一本关于算命的书 从此之后就迷了上去 去村头算了一卦后 老头说他是富贵命 日后必定是大富大贵 自那后 王邦佑就像着了魔一样 对算命越来越痴迷 这种东西看多了 人难免会神神叨叨 时间长了 王邦佑就觉得自己 也算得上是个半仙 于是也在村头摆起了摊 算起了命 说起来也怪 王邦佑并不是科班出身 学的也都是一些皮毛功夫 但在给村民算命时 竟然蒙对了不少 渐渐的 村民们也都愿意叫他一声王伴响 但就在他职业生涯 快要到达巅峰之时 另一个半仙的出现 让他崩溃不已 这人正是死者蒋文元 于是2018年 他给自己算了一卦 算出来自己是水命 字面意思就是八字五行中 以水为主 但王邦佑却对这个结果不满意 也为他突然想起来 村东头的蒋半仙是火命 这水火自古以来都是不相容的 得出结论后 王邦佑越想越气 怪不得自从蒋文元来村之后 自己的生意就一落千丈 村民再也不来找自己算命 在王邦佑看来 自己的水命被他的火命压制的死死了 如果蒋文元不灭 他一辈子都别想翻身 走火入魔的王邦佑特意查学了天气预报 决定要在下雨天作案 认为雨水能帮自己压制火 在雨天来临之前 王邦佑悄悄解决了蒋文元家看门的大黄 当天凌晨 王邦佑便摸到蒋文元家中 趁其熟睡之时 他抄起棍棒对着蒋文元的脑部猛烈的击打 可怜的老蒋到死也没想到 自己会因为王邦用算的一次罐 而惨死在他手下 很快在王邦佑敲打下 蒋文元昏死过去 随后王邦佑又把提前准备好的草木灰 塞进了蒋文元的鼻孔里 又把院子的水浇到他身上 以此来表示浇灭蒋文元的火灭 完事后 还把水桶围在他旁边霸了个八卦阵 以此镇住了妖魔鬼怪 做完法后 王邦佑拿走了蒋文元的手机 将手机和作案工具扔进了一处粪坑里 昨晚这一切后 王邦佑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甚至还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 认为自己已经走上前进之路 然而他没却意识到 自己即将要为愚昧无知 而付出严重的代价 然而及时被捕后 王邦佑依旧觉得自己那是杀了人 那根本就是为民除害 随后他更是装疯卖傻 企图以这样愚蠢的方式躲过审判 但最终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他低下了罪恶的头颅 在听到死刑二字时 前一秒还趾高气扬的他 下一秒就脸色苍白 而他的那些迷信 最终导致自己的悲剧 也同样给别人带来了悲剧 最终迎接他必定是一刻 下辈子再见完 下辈子再见